哈喽大家好 欢迎follow普贝深夜 2024年已经来到了眼前 你是不是已经设定好了目标了呢 那普贝深夜非常感谢大家 陪我度过美好的2023年 算是一个丰收的一年哦 那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我从过年的时候搭机到旧金山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Leg Tahoe的雪 还有啊我们也去波士顿的港边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们也带大家认识不同地方的Itali超市 然后也介绍慢食的理念 在意大利呢我们也走访了慢食与美食科学大学 还有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好多个曼城之旅哦 2023年我认识了好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韩国曼城理事长孙教授啊 来到台湾 那我们也带他一起走访南庄还有三亿 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热情 那去年的暑假我们也陪伴呢 台湾曼城联盟主席三亿乡的旅乡长一起去环岛来访试所有的曼城小镇 那我相信呢 今年台湾的曼城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然后也一定会有更好的收获哦 台湾 2023年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到巴西去旅游 我想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事啊 那其实跟大家讲哦 本来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去巴西 但是呢 我的那些朋友呢 临时呢 缺乏了 去突破自己去冒险的这个勇气 所以最后呢 非常可惜 只有我一个人去 到巴西的这一趟旅行呢 让我感到最最最 应该算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我看到人真的是非常的渺小 然后我们也应该要珍惜所拥有的 这样才是最可贵的事情哦 2023年对我和Jeff来说啊 其实也有不一样的改变 那在这个暑假啊 我有机会陪着Jeff在纽约 他非常高级的宿舍啊 住了几天 那也在纽约跟波士顿啊 中间来回的奔波 在大火车的路上啊 那我有机会去思考自己的经历 然后看着美东呢 这个海岸线非常漂亮的风景 那我也再一次感谢自己呢 拥有这样的时间体力还有金钱 可以享受当下的这个美好哦 那去年呢 一整年来其实也环岛了台湾啊 非常多次 那其中呢最惊艳的旅程应该是在 基隆搭乘新台马轮到 马祖的东营 最重要的在12月非常冷的时候啊 还有机会搭乘直升机 然后到东营去参加他们的 曼城的记者会 那我回想这些点点滴滴啊 你是不是非常羡慕 波菲舌业呢 去年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 登登 大家看到我买的这个房子在 大林曼城 终于完工 那我在9月初的时候啊 开学搬进来 其实已经四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想最最让我疗愈的就是 窗外 在美丽的夕阳 就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夕阳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下是技术发生了吗 在web播 叫美丽的夕阳 揚 望 最后 我们在美丽的夕阳 在影片的最后啊 新的一年已经来了 然后已经也一月了 那在我台中家里的院子的 龙血树又开花咯 那这棵树呢 其实有超过三十多年的历史 也有我很多的记忆在这里发生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回到台中的院子 看看龙血树吧 那我们看到 我家的这个就叫做香龙血树 那它已经又开花咯 这几年呢 它开了很多次的花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缩时摄影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香龙血树呢 也叫做巴西木 或有人也叫它做巴西铁树 那也有人叫它叫做巴西龙血 其实它是龙舌兰 龙血树属下面的一个被子植物的种 那它是原生于非洲的南部的一种 在大约春天 然后冬天到春天的一二月的时候 会在台湾这个地方开花哦 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种 那当时候是从北部的苏丹 到南部非洲的墨山比克 一直在非洲的象牙海岸到安哥拉 那你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树可以长到六百公尺到两千多公尺这么高 那开启花来啊 非常非常的香哦 巴西龙血树 因为呢 听说它的汁液会流出这个红色的汁液哦 所以呢 也有人把它叫做龙血 那龙血呢 最近在一个化妆品上 也非常的有名 也可以用来做修护伤口 还有来让皮肤更好的 一个非常好的成分哦 那听说 它也可以进化空气 而且有人说啊 当龙血开花的时候 就是好运要来咯 看到龙血开花 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2024年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让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2023年 普菲舌夜跟着大家走到全世界 走回台湾环岛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2024年 相信你也跟我一样 有着满满满满的体力 准备要出发 全往世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Follow Professor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祝福大家 2024年 就像这个灿烂的夕阳一样 有美好的一年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